从凶赛期开始,阿特勒主动在更衣室掀起惊涛太浪,想要离开森林郎的心,路人皆知。 但森林郎老板泰勒显然不想逼他抛售这个优质商品,他们希望把巴特勒卖一个好价钱。 然而,经过了两个月的流言纷售,森林郎关于这一笔交易还没能最终确定,而在此之前,巴特勒只好继续随对征战常规赛。 坏已经到现在这个份上,巴特勒留下只会越来越尴尬,正因如此,他才不断敦促管理层,尽快把自己交易出去。 巴特勒甚至带领球队替博打爆了首发阵容。 这种行为就是希望把更衣室的糟糕气氛告诉老板,逼迫对手就犯,但森林郎老板貌似也不是吃素的。 他此前竟然放话说,如果最终没有球队愿意出更好的价钱,他宁可等到帕特勒宁下成为自由球员。 看到联盟环境如此恶劣,今日联盟总裁肖华终于按捺不住,站出来批评了巴特勒。 根据宁记三马美特的报道,肖华对巴特勒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非常不爽。 他认为巴特勒将内控摆上台面会降低自己的交易价值,这是对球队和对自己的不负责任。 不过,从今天巴特勒的表现来看,他似乎并没有把肖华的批评放在心上。 在今天森林郎客场挑战勇士的比赛中,森林郎替补席上出现了极其尴尬的一幕。 当时甲骨文球馆的球迷正在挥动毛巾为勇士加油助威。 而当时坐在替补席上的巴特勒竟然挥动起自己的毛巾,加入了勇士球迷的行列。 而在一旁的两位队友也是非常尴尬。 巴特勒左边的球员把脸撇过一边,用和其他球员聊天来缓解尴尬。 而他右边的队友则把外套的拉链拉到了脸上,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。 作为森林郎的一员,巴特勒在替补席上挥动毛巾为勇士加油。 这种举动几乎已经把矛盾攻之于众了。 更可怕的是,根据这名记者陆寅庆的报道,在赛后的采访中,巴特勒曾经强硬的说,接下来的比赛打不打,是由他说了算,就连记者陆寅庆本人都忍不住惊叹。 这逼宫爆炸了,自欧文主动申请离队后,联盟很多巨星开始掌握自己的生涯命运,他们抛弃了合约精神,在合同还没有到期时就逼宫球队,令球队陷入了困境。 而文、乔治、巴特勒以及最近的JR史密斯都是如此,在这种情况下,联盟未来将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,但目前来说,联盟可能不会插手巴特勒的闹剧。 而现在逼宫预防明显,巴特勒的交易也越来越近了。